請問 南瓜米粉的食材用 金瓜米粉 當然在炒米粉之前 是 一定要先填過 燙過之後用剪刀 稍微剪一下 金粿在這裡 這個是土耳其的橄欖油 油只要稍微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先把金粿炒軟之後 我們加一下他們的 天菊豬的這一個絞肉 桌菜三個要訣色香味 香蔥醬 用純正的豬油跟紅蔥油 把香氣稍微提一下 好香喔 台灣味 金粿炒軟 絞肉炒香之後 來加一點點香蔥醬 再來加什麼 加什麼 豆油 老師放的水是昆布水 加了一個 日本的米粒對不對 對 米粒 好 剛才我們把所有的調味料 醬油 味 淋 然後這個香蔥醬下去之後 炒米粉的重點就是 一定要讓米粉 透 對 吃進去 那個味道要吃進去 叫什麼 炒料有多 然後把它收乾一下即可 來 色香味欠什麼 我覺得欠顏色啊 對 來 蔥絲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有切好的蔥絲 這樣把它放進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南瓜米粉好了